都拉博学 签字文第四十四集 诸姑博书有子彼儿 对姑母、伯父、叔父等长辈 要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 对待兄弟的子女 都要像对待自己的亲子女一样 小朋友 下面给大家讲一则 古人对待侄儿 胜过亲生儿子的故事 邓忧舌子就侄 邓忧是晋朝时 一位德才兼备的人 父母去世的早 从小与弟弟相依为命 弟弟结婚生子后也去世了 邓忧便把侄儿接在身边抚养 那时 晋朝正在经历八王之乱 五国乱国 战乱四起 民不聊生 邓忧全家都被节族首领石乐抓去 后来找了个机会逃了出来 邓忧弄坏车子 用牛马驮着其儿逃亡 半路上又遇到强盗 抢走了他们的牛马 邓忧只好挑着自己的儿子 及侄儿徒步行走 因此速度很慢 眼看着就要被追兵追上了 邓忧对妻子说 带着两个孩子逃跑 很容易被追兵抓住 大家都得死 我的弟弟死得早 只有这一个儿子 我不能让他断绝后代 所以只能舍弃咱们的儿子了 如果有幸能活下来 我们还会有自己的儿子的 邓忧的妻子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好大哭着同意了 于是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孩子 邓忧舍子就职的事情被传开 皇帝知道后感叹他的德行 封他做了大官 他死后 他的侄儿为他守孝三年